Hi , 大家好 , 又是 Patrick 今次同大家講金本位數字貨幣 我用2023年金磚五角數字貨幣的片做藍本 我發覺金磚五角數字貨幣日漸成熟 並已解決在2023年當中好多困難 金磚五角數字貨幣是由黄金支持 因此估計各國央行將繼續購買黄金 這是支持黄金上升其中一個原因 事不宜遲 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 2024年金磚國家數字貨幣特輯 II 在2023年我做了一集金磚國家數字貨幣 當時我分析金磚國家數字貨幣的拼圖 凝缺好多塊 時間一年 金磚國家數字貨幣又向前走大步 如果你關心黃金白銀 就必須留意金磚國家的發展 在這裏我會揭開金融世界數字貨幣的澳幣 如果你認為數字貨幣的世界不會變得更加令人興奮 請你捉緊你的錢包 因為今日我們正在深入研究一個正在全球範圍內 捲起波蘭的革命性概念 你可能不會相信金磚國家集團 會重塑國際金融體制這麽快 如果金磚國家廣泛使用CBDC 即是他們的數字貨幣 去美元化又踏前一步 可能會令美元崩潰 我將會在這集結論分享我的想法 所以請大家睇到片尾 現在就讓我們一齊解鎖未來 相信大家都聽過金磚五角集團 沒錯, 巴西, 俄羅斯, 印度, 中國, 南非 他們就好似轟動一時的超級英雄團隊 一樣聚集起來 但知不知這五角總領土 覆過世界四分之一以上面積 和接近42%人口 關鍵是他們集體經濟 甚至可以同美國領導的七大國集團 相比美 在2024年初加入了 埃及, 沙地阿拉伯, 伊索比亞, 伊朗 和阿聯酋5個新成員 泰國和馬來西亞 亦於在5月和6月申請加入 但最近大議題是什麽呢 就即將在9月舉行第16次俄羅斯金磚國家峰會 因為可能會改變以往的遊戲規則 但等一等 這不止是加入更多成員國 這麽簡單 巴西總統盧拉曾經呼籲 挑戰美元的主導地位 目的是確保免受制裁 並減少對美元的依賴 如果這個舉動成功的話 這一定會改變常態 美元大複貶值只是時間的問題 在2024年金磚國家的CBDC 在區塊鏈上是怎樣運作呢 首先 , 一個中立全球機構 BIS 是負責監督跨境支付 接下來 , 數位網絡的 MBTRA 這些數字貨幣變得好像火車一樣 跨越國界 最後 , 國家央行好像最好的夥伴一樣 共用數字貨幣 想像一下 , 法規是整件事件運作的關鍵 監管需要堅餘盆石 但又要確保這些交易不被濫用作制裁的工具 只是高速運行 但我們不要忘記 即將到來的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 可能只是一個轉捏點 他們的 CBDC交易已經進入大席路 現在 , 同大家深入了解核心問題 金磚國家數字貨幣 需要正面應對以下挑戰 將他們想像成拼湊一個巨大的加密拼圖 會解決一個問題 都讓我們更接近實現新的金融體制 先睇下製作區塊鏈操作模式的交易平台 現在 , 想像一個交響樂團 每張樂器都需要完美地發揮自己作用 才能創造和諧 同樣 , 金磚國家必須決定其區塊鏈運營模式 由金磚國家 , 巴西 , 俄羅斯 , 印度 , 中國 , 南非牽頭的 Ambridge 計劃 自在確保免受制裁並減少對美元的依賴 Ambridge 由國際清算銀行 , BIS 創新中心 與中國 , 香港 , 泰國 , 阿聯酋等央行之間倡議 此外 , 沙地阿拉伯中央銀行已成為第5個央行成員 另外 , 有26名觀察員透過實現央行數位數字 CBDC 的直接交易 跟住 , 睇吓 CBDC 製作生成方法 首先 , 生成這些新金磚國家數字貨幣 並不是像舊採礦方式那麽簡單 這是一個全新遊戲 與比特幣等去中心化的加密貨幣不同 金磚國家 CBDC 是中心化 並有黄金支持 每個 CBDC 等值多少黄金 現時還未公布 但最近2年 金磚國家央行不斷購買黄金 目的是透過實現央行數位數字 CBDC之間直接交易 標誌著金融世界朝向更多極化轉變 這些由中央銀行發行和監管的數位貨幣 將數位貨幣交易效率和速度和傳統法定貨幣的穩定性結合起來 這整合在現在金融框架之內 黃金成為數字貨幣終極的基準 但這個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問題 金磚國家是用黃金支持數字貨幣 這是一個令人眼花療亂的概念 等我們思考一下 黃金真正的基準是什麽呢 就是美元 但是如果黃金價值和美元掛鉤 我們不是剛剛繞了一圈嗎 我們是否仍然間接依賴美元 而美元正在是我們試圖遠離的東西 這就好似一個包裹在這個謎題中的撥論 這樣又是否真的去美元化呢 早兩個星期我做了一集講下半年買不買金 如果妳未睇過, 歡迎妳去睇吓 因為將兩期特輯合併一齊 你會更加了解下半年黃金白銀的走勢 如果妳睇到這裏還未訂閱的話 請妳訂閱 請給我點讚 按下鐘仔 歡迎大家留言 每一個留言我都會仔細睇看 請看廣告 並分享這集給妳的朋友 多謝大家支持 這個消息可能解決黃金和美元中的撥論 在7月6號 伊朗中央銀行CBI行長宣布 德克蘭和莫斯科已完成俄羅斯 MIRROR和伊朗的SUTEP支付系統的整合 Muhammad 和聖彼得寶回國後表示 會議期間, 雙方敲定 將俄羅斯MIRROR支付系統和伊朗的SUTEP連接的要求 該項目已經進入營運階段 Muhammad 表示 在8月22號開始第一個狀態中 伊朗SUTEP系統的銀行卡 可以在俄羅斯所有ATM機上 用作AMBER智能卡 伊朗公民將能夠使用它們的卡 從俄羅斯的ATM提取勞報 在兩個外貿層面 將會使用金磚國家的數字貨幣 這是直接去美元化的新發展 好了, 又到結論 金磚國家領導人第16次峰會 可能有重大公佈 但金磚五角的數字貨幣世界 還是缺一些碎片拼圖 例如數字貨幣怎樣和黃金掛勾 但大家不要為這些未完整感到氣餒 這些挑戰只是邁向更光明的戰腳石 區塊鏈革命和創新解決方案 可以轉變金融體制 前面提到 金磚國家的數字貨幣是金本位 看資和美元糾纏不清 並產生黃金撥論 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以前在中東 我有些珠寶客 他們公司是以黃金傳量而計算會盈的盈規 其實他們都是用金本位的概念做生意 所以阿聯酋 沙地阿拉伯 和其他中東國家 都爭取加入金磚國家集團 如果金磚集團 都是用金本位的數字貨幣 來做定價和交易 相信在9月 俄羅斯峰會 將會有更清楚的公佈 去美元化 將令更多央行減持美元儲備 而增持黃金 而繼未來 全球一半交易 以金磚國家貨幣進行 其後果對美元來說 可能可怕 美元疲弱 進口成本飆升 股市崩盤和經濟衰退等問題 都是美國要面對 如果金磚集團的數字貨幣成為流通貨幣 美元當然會貶值 我估計到時比特幣將會跌至近乎0 但黃金白將會大升 最後大家要留意 除了金磚國家日益壯大地去美元化 其人口佔世界人口近一半 還有30個國家正在排隊加入 鮑威爾7月15日 在華盛頓特區經濟俱樂部發表講話 央行不會等到通脹達到2%才降息 這是有利黃金白銀的訊息 另外, 下任總統可能提早股災發生 特朗普在競選活動中遇到槍擊 震驚全球 他除了大難不死 外界預計他好大機會重新上台執政 外國投資致富 矮頭宏觀直言 特朗普一旦勝出大選 對美國股市絕非好消息 預計他將令美國經濟增長放緩 通脹升溫 加快美股泡沫爆破 另外, 矮頭宏觀原本預期 美國標誌在明年底前張創7000點歷史高位 然後才泡沫爆破 但一旦特朗普贏得大選 預計股市泡沫將提早爆破 如果股災發生初期 黃金白銀亦可能會下跌 以2020年和2008年為參考 黃金可能會一次急劇但短暫下跌 然後黃金進入大油市 黃金會升至4000美元 白銀亦會升至100美元 不過, 最後都是我那句 變幻才是永恆 大家就要拭目以待 最後, 如果大家想請我喝咖啡 香港的朋友可以掃描左邊的匯豐銀行 Payme 或者掃描右邊的支付寶 而海外的朋友可以透過 buymeacoffee.com 請我喝咖啡 歡迎大家加入我的Patreon 成為我的會員 如果你還未訂閱的話, 請你訂閱 因為你的訂閱是給我做扁很大的動力 請按鐘仔給我點讚 歡迎大家留言 每一個留言我都會很仔細看 請看廣告 並將這集分享給你的朋友 多謝大家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 請訂閱